如果说你的童年也是每天守着看一集哆啦A梦中度过的 那么那一定是很幸福的时光 只是有一天我们知道的事上没有哆啦A梦 它只存在于大雄的世界 但是那依然很美好 因为我们曾经也和大雄一样拥有过它 那一年的樱花很美 哆啦A梦坐在屋顶欣赏着这份自然的礼物 可是一转头仿佛听到了大雄在远处传来的声音 还是习惯的尖叫 还是熟悉的奔跑 大雄又被胖虎追的满街跑 然后很礼貌的收拾了垃圾箱 打不过对方最好的办法就是躲避 哪里最安全呢 自然就是家里 就这样大雄逃进了家里 胖虎气愤之下也只能作罢回家 再看此时的大雄就像是老鼠进化成的猫咪 逗舍的挺直的腰板 然后找到了哆啦A梦要道具报复胖虎 只是这一次哆啦A梦生气了 他大声的训斥了大雄 你就不能靠着自己的本事来证明自己吗 每次都这样 大雄傻傻的愣在原地 他不知道哆啦A梦怎么了 看着他的背影又过了很久 哆啦A梦似乎很难过 大雄不敢相信 直到他明白这不是个玩笑 这个陪伴自己每一天的男胖子 真的要走了 大雄忍不住的痛哭着 他想让妈妈帮帮自己 可是没人帮得了他 离别的那一晚 我们都要试着去接受不愿接受的真相 也要试着去忍受不愿分别的离别 只是为了再次相见时候的那份美好 他们躺在了一起 然后都想着和对方多说些话 可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什么 大雄把被子多给了很多 希望哆啦A梦最后一晚可以睡得很舒服 只是很久他们也没能睡着 于是还是决定一起出去走走 今晚的月亮真的很圆 那一晚他们就这样一直走着玩着 走了很久也玩了很久 多来一梦告诉大雄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不想回去 因为我担心你真的很担心 这让大雄再也忍不住的又哭了 他知道是自己让多来一梦担心了 也是自己让他不能开心的回去 所以他笑着告诉了多来一梦 你不用担心 今后我会帮妈妈买菜 也会自己整理房间 还有不再害怕胖虎 所以你放心的回去吧 多来一梦也忍不住的哭了 然后很滑稽的说着 要去一下洗手间 就这样他灰溜溜的跑掉了 真傻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其实只是不想让我看见你流眼泪吗 只是在多来一梦走了之后 大雄和起来夜跑的胖虎撞到了一起 于是呼被呼了 心急之下大雄习惯性的喊了多来一梦救命 可是转念又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然而不远处的多来一梦听到了 于是赶紧赶了回来 只是刚刚还在这里的大雄 此刻已经消失不见了 难道自己先回家了吗 多来一梦又转身回去了 而当他离开之后 大雄才和一起躲在水泥管里的胖虎出来决斗 对决斗 这一次无论如何都要证明自己 于是一场堪比一带中是雨夜打戏的情景出现了 大雄被吊打在了地上 又回来的多来一梦也看到了 但是看到的却是那个满身伤横雀依旧战斗的大雄 他只为了证明自己 让多来一梦能够放心的回到未来 不再牵挂 所以胖虎你要知道 虽然我被揍得很惨 但是我没有输 因为我真正的面对了这场战斗 当大雄睡 取多来一梦欣慰的看着他 然后笑了 只是再见了大雄 很抱歉 在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再见的时候 跟你说了声再见 那一晚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房间里没有 壁厨你也没有 整个家里都没有 唯有在抽地里留下了一个陪伴大雄的道具 那里面有他需要的道具可以使用 就这样有关于多来一梦的一切都消失了 就如同从未出现 一如一场童年的荒唐美梦 他在提醒我 你要醒来了 大雄并没有因此沮丧 他记住自己答应了多来一梦的事情 于是他积极的帮助妈妈买东西 然后开心的和静香一起回家 不用担心 没得有他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 可是突然胖虎冲了过来 说着看到了多来一梦 大雄立刻开心的跑回了家 可是家里没有 于是又跑了出去寻找 果然那真的就是多来一梦 于是他追了上去 然后追到了一场愚人节的玩笑 大雄趴在地上伤心的哭着 怎么可以用这种事情来捉弄自己 于是他决定报复胖虎和小夫 他回到了家 打开了多来一梦留下来的最后道具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那里面是假话药水 喝下去说了假话就会反向成真 于是他说了胖虎不会被自己的妈妈咒 小夫也不会被恶狗咬 于是一切都成真了 看愚人节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吗 大雄最终还是解除了自己刚刚的话 他的心里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有些东西就算你表面伪装的再好 它也一直存在 走在黄昏的路上车来车往 樱花掉落 大雄哭着说了一句 再见了多来一梦 他回到了家 打开门的瞬间 那个久违的男胖子又一次坐在那里 屁股对着自己 因为大雄无意间说的那句 再见了多来一梦 他们又一次相见 对多来一梦 我一点都不想你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辈子都在一起 我们知道假话只是假话 因为真话永远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所以你明明已经来了 为什么还要离开 明明你知道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学着长大 长不大了 永远都长不大 因为只要我不长大 你就永远不会离开 我再也不想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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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